上次见到他打NBA 已经是整整两年半之前了 传球失误 打铁不断 曾经那个多队争抢的优秀空位 如今在野球场上都很难独当一面 有记者晒出了狼左鲍尔野球场视频 由于伤病的不断侵袭 这个名字似乎快要被遗忘了 野球场虽然也都是球场汉匠 但强度远远低于NBA 球哥赖以生存的传球还在 但显示出了身体对抗的下降 失误也跟随而来 更离谱的是连续三分打铁 偏得都还很离谱 本身不以投射见长 在如今的联盟 可以说留给大球的生存空间不多了 在2022年初接受膝关节手术前 鲍尔打出了生涯最高光的半个赛季 场均能有13加5加5的稳定表现 虽然数据不爆炸 但稳定性强 防守端贡献很大 能够顶防三四号位 一时间鲍尔也成了各支球队追逐的对象 然而从那之后 鲍尔就再也没登场亮相过 而三球的情况也很难崩 两人的身体看起来并不雷若 但就是总逃不过伤病清洗 很难说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 球蝶当时对于他们未免练得太狠了 膝带得越高 自然也就摔得越惨 别人了 嗯 别人了 comprehensive